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他们这样做了内容营销 结果都报答了意义 在内容为王的营销时代 内容营销成为了许多电商卖家 尤其是自建站卖家转化流量促进销售的王牌利器 研究表明 缺少内容营销的站点平均转化率仅为0.5% 而进行内容营销的站点平均转化率为2.9% 这意味着内容营销可以提高站点近6倍的转化率 但仍有不少在内容营销上下足功夫的卖家一头雾水 表示站点的转化率不见喜色 这背后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卖家都忽略的一个重点 将站点内容或店铺页面营销纳入整体的内容营销体系中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相比宣传广告 70%的消费者更愿意通过一篇文章来了解一个品牌 缺少可读性内容的站点将失去44%的潜在受众 消费者在购买前会重复访问该站点多达5次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 内容营销可以拉近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距离 增加品牌好感度和购物体验 从而提升转化率 那么如何将站点内容营销和整体内容营销计划相结合 提高营销效率 促进转化呢 本文将通过五大战略和相应要点 为卖家深度揭秘如何打造成功的内容营销 一、内容营销策略 班的内容策划在所有事项开始之前 卖家先需要制定一个营销策略 确定内容主题 目标受众 所发送的信息和使用的平台 接着卖家需要创建一个关于策略执行和任务处理分工的内容策划 以下是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 创建编辑日程编辑 日程可以帮助卖家解化内容流 确保博客帖子和其他渠道内容 创建的工作流 一些内容营销平台有内置的编辑日程功能 卖家也可以选择使用谷歌表格或Excel电子表格 编辑日程的内容应该包括内容主题 设为更新事宜以及内容发布的日期 使用内容营销工具从制定战略 创建内容乃至更新发布 内容营销过程的每一步几乎都可以借助专业工具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例如WhoStudio帮助卖家在流量高峰期前管理所有社交媒体的帖子 而Refs则可以用于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及相应的改进办法 部分工作外包大多数电商卖家将图形设计 博客写作和视频制作的业务外包给专业团队 力求审视高效 在可控的成本范围保证内容质量 要做到这一点 奈家首先要紧跟当前内容趋势的潮流 创建品牌相应的风格导向 确定内容的划分 基调和阅读体验 组建团队成功的内容营销 离不开可靠的内部团队 奈家需要根据主题分配 社媒管理 线索跟踪等不同任务 组建自己的营销团队 例如 当团队内部有内容编辑时 可以很好的保证 外包服务商所提供内容的风格一致 制定一个工作流程计划 一个结构合理的工作流 对营销工作至关重要 它能够优化团队分工 清晰展示当前工作进度 以及相应任务的负责人 二 创建内容 第二个步骤 是开始创建内容 这个过程的要点 是拉近消费者和品牌的距离 创造他们的品牌归属感 了解受众的购买过程 卖家切记内容营销 永远要和受众的购买过程相适应 消费者的购买过程 包括三个重要阶段 一是awareness 思考 consideration 和决策 decision 然而消费者并不一定遵循这些阶段 而营销的任务 则是防止消费者 陷入这个过程的四循环 一时阶段是消费者寻求 某类问题的观点或看法的过程 内容营销需要在这一阶段 建立起和目标受众的联系 并阐述相关的观点 思考阶段是消费者寻找可行解决方案的过程 内容营销要在这个阶段帮助前代受众了解 为什么卖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是最优的 最后的决策阶段是消费者做出是否购买决定的过程 内容营销要在这一阶段向前代受众进行分析 选择卖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哪些好处 了解目标受众想要深入的了解目标受众 就需要运用消费者画像 消费者画像是对理想客户虚拟广义的代表 能够帮助卖家更好的创建有针对性的营销内容 卖家需要向合适的目标 先由客户和前代客户提出关于他们个人背景 就职单位、社会角色、面临的挑战、目标和购物偏好的关键问题 以此创建消费者画像 进行调研调研可以帮助卖家更好的收集前代客户的消费需求 Google Survey、SurveyMonkey、PaulDaddy等都是一些较为实用的调查平台 新闻热点安论社会趋势在社媒传播速度快于新闻媒体的时代 内容营销必须抓紧新闻热点 利用趋势故事增加受众对品牌的关注度 这要求内容营销必须具有实时性 并且对一些热点事件做到快速处理消化 确保内容中的趋势和目标群体能够产生共鸣 三、内容形式的选择在一开始 卖家无需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内容的各种形式上 取而代之的时 选择一个内容类型和一个平台作为重点 最好的内容永远是最适合客户的内容 卖家应该根据客户类型 目标市场或产品服务定制化营销内容 以下是关于内容形式的建议 提供产品和服务指南前文 提到内容营销需要在消费需求一些观点时 和其建立起联系 而提供产品和服务职能 则是相应的一种内容形式 内容中可以包含如何使用或维修产品 如何更好的使用所购买的服务等 创建产品和服务视频毫无疑问 视频正在取代绝大多数其他内容形式 其原因是人们浏览 喜好高度视觉化的趋势 据了解 登录页和产品列上的视频 可以提高80%的转化率